青椒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材 平时一般当成调味品添加在很多菜品当中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 青椒本身也拥有许多对人体有意义的部分 对于某些疾病有预防或治疗作用 例如青椒具有解热阵痛的作用 科学研究发现 青椒新温食用之后能够刺激人体排汗 从而使体温下降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肌肉疼痛 青椒中还存在一种叫辣椒素的抗氧化物质 它能有效地阻断细胞的相关病变 终止细胞组织的癌变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癌症发病率 与此同时辣椒素还能够燃烧脂肪 起到一定的降脂瘦身的作用 此外青椒中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K 能够防止坏血病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等等 可以说青椒的功效非常的强大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吃青椒 也不是所有食材都能与青椒同吃的 最常见的不能与青椒同吃的食物 就是黄瓜 因为两者同吃会使维生素C严重流失 青椒也不能和大麦同吃 同吃会导致胃痛 呕吐等不良反应 患有肠胃炎 食管炎 痔疮的人 最好少吃或不吃青椒 高血压肺结核 以及肾炎患者也不能吃青椒 因为这会加重病情 甚至影响到生命安全 所以小编在最后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以为青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 就是所有人都能吃 所有食材都能与其同吃的 吃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